来看看这样的危险画面 这是客运驾驶 日前行进国道一号的南下泰安服务区附近时 有轿车疑似为了开进服务区突然又切B车 害得客运驾驶还自撞护栏差点翻车了 国道远景现在要对这个任意变换车道的驾驶开罚 行车记录器拍下客运驾驶开在国道上 就快到泰安服务区扎到口时 一辆白色轿车突然从左边出现 直接从中线急切到外侧车道 开进服务区客运驾驶被逼车 闪逼不及最后擦撞护栏差点翻车 客运发生擦撞车身剧烈摇晃 车上乘客原本都在睡梦中 这下全都吓醒紧张的左右张望 而这起意外就发生在上个月29号 国道一号南下路段 白色轿车疑似想进服务区 但却没有提前开到外侧车道 不当变换车道导致 小客车它在变换车道 没有注意行驶中线 没有注意到外侧车道的大客车 变换车道不当 那划者是3000到6000 国道警方根据客运驾驶提供的 行车记录器影像认定轿车驾驶 未一规定变换车道 差点造成后方客运追撞 轿车驾驶恐怕得吃上最高6000元法环 借中部综合报道